为了鼓励各社区发展协会 深耕相礼 同时积极的参与社区事务 华联市公所特别透过了 办理社区评鉴的工作 让居民可以及时广益 找出属于社区的自己特色 而在华联市108年度 社区发展工作评鉴成绩 也已经出炉了 市长魏嘉贤特地颁奖表扬 感谢社区干部 对社区发展的用心和努力 华联市社区发展评鉴工作 在每年3月开始进行 而在108年度社区发展评鉴中 获得优异奖项的社区 除了前3名的民生社区 毕云庄社区及民运社区之外 主权 民情 国风 民德等社区发展协会 也获得贾等肯定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颁奖表扬 感谢社区干部们 对社区发展的用心与努力 那我们华联市44个里 有29个社区发展协会 那我们非常开心有看到 我们有一些运作非常强的 几个社区 那都能陆续的来获得奖金 那因为他们长期深耕花联 那也让所有社区的民众 都能够认同 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个做法 那其实发展出自己社区 邻里内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希望未来花联市 虽然不大 但是它有很多的 有特色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 光花联市将近有200团的拜访团体来到 来拜访我们整个社区 那我们希望整个社区 未来可以跟外界交流最好的媒介 那也希望说下半年度 大家都能够来迎接 来自于外地的贵宾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花联的知名度 观光产业 还有非常多的产业 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交流 市长魏嘉贤表示 有许多社区进行包括社会服务 福气站 关怀据点等服务 有些则是组成巡守队 环保志工队等等 这些都是社区发展业务的重点 也是评鉴的基础 花联市目前有29个社区发展协会 也希望没有参加评鉴的其他社区发展协会 也能积极参与 找出属于社区自己的路与特色 神跟兄弟一起爱花联 赞 记者徐立琴 花联市报导